回到第三節 在講美國老的壞事之前 就講講郭文貴 這位仁兄一直以來有很多資料放 基本上全部都是流資料 當時說到什麼范冰冰有什麼片 剛剛在我們做節目前一天 在美國英國的紐約被拘捕 那個罪名就是詐騙 詐騙投資者超過10億美金 這個數目證明這個人蠻厲害的 中國出得去的人一定多數厲害 最基本你拿到護照給你出去 有人接收你還可以帶到錢 多數都厲害的人 一定是黨員 因為國安部 是公開的國務或者不公開的國務 或者特殊任務都有 這些是歷史的歲月流金的人物 但這些人為何不走正途呢 我們又奇怪 對不對 等於現在中國共產黨 你利用馬克思那套東西 打到天下回來 既然歷史時代過了 要跟著潮流 我就不需要做爛鬼 英國人那些維基的人物 以前就周圍打打劫舍 是海盜 是海盜 以前是海盜 是海盜 人應該有兩套 是否說法財立品 這是正常的 以前很多老家 都叫子女讀名校 沒有人學父 但共產黨沒有一個套 我怎會從頭到尾 是壞到落尾 那麼邪 他是文化不夠用的 你可以不肯再靠 人們走了 都有兩個錢 就可以扮個紳士 不用再搞這些壞事 對不對 為何會搞到那麼老闆 我們百事不其解 在我們來說 這些是歷史中的小人物 是不值一提 還有他不知死 亂搞 是屬於亂搞的人 變成你 你還黏了那麼多屎尿 出事就很正常 這件事很少人 有人教的 我又出來撈世界 還未做生意 跟著大佬頭 政治工作的人 是在黑暗中 你要維持自己的光明 沒有人亂救不來 所以我們被人抄牌 被人整個完全不想躲 甚麼都不說 到我自己做領事的時候 一包煙仔麵稅都不拿 這個非常有自律 那個自律是保護到自己的 另外一件事 很多人想不到 想不到就是 你去招搖過市 古靈精怪的話 樹大一定招風 你對你本身是完全沒有利益的 你都賣了一堆 整堂的蟑螂在身邊做甚麼 是吧 他們真的沒有人教的 好了 到算你做生意 我們臨到做生意的時候 我們認識了一些長輩 他們一教我怎樣 你記得 現在依規依舉納稅 他有甚麼好呢 世宅 在你人生路上 不可以在半途之中 出了問題 是影響了你發展的 你又不安心的 你在納稅過程 你又利用了很多法律的空間 技巧 已經在香港納少了 又省稅 又怎樣避稅 合法避稅 省稅是合法的 即是你有技巧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教我們 到現在我都有稅單 但不多 但你都要納稅的 因為別人給你一個地盆做生意 你賺錢要納稅的 你才有納稅 你不納稅 心惡理得 而且你的錢是可以公開的 那你無端端端 問你錢要納稅 你便站在那裡 所以我們十幾二十年的 記憶 全部到現在沒有扔 有些人說 七年後我都不扔 有甚麼人問我 整個記憶 整個銀行紀錄 放了出來 甚麼時候賺錢 甚麼時候納稅 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賺錢納稅 你能不能寫得 你每個人都做好事 你做一個公民 你拿社會這麼多享受 所以我們抄牌 又是這個觀念影響 很開心的 所以有人抄牌 我的朋友都很奇怪 有時問 你抄牌好像 我說甚麼 阿火記幫幫忙 快一點點 我趕著公讀 完全沒有說甚麼 我不好意思 給人家人 我有空去吵你 跟你說好話 叫你盡快抄 第一 他抄牌 一定你犯了錯 怎麽犯錯 跟你說 因為警察很過癮 那些抄牌 告你 就看你會不會說 他好像很享受 他在那裏害人 救你 我叫他抄牌 叫他黃狗狗 我小時候還肯囂 抄牌 拿車牌 給他一張卡片 我趕著走 麻煩你抄牌 你記得給我 拿著走 你會打斷了他 那些警察在那裏 黃狗狗 屌你了 不要怎樣搞 對吧 所以世間很多人的觀念 你不正確 你就不舒服 逢是一個社會 一定要奉公守法 一定不要亂搞 挑戰法律 最忍賓的 好了 到你終於一天 在哪個環境 要挑戰法律的話 在基於什麼理由 你要挑戰法律 就真的要三思 那你想著你要付出什麼代價 對 為什麼我要挑戰法律 這個真是深惡 真的要擺局 所以我跟政府打公司 我贏的 因為我挑戰那些 不合理的行政 我就讓你解簽 譬如現在我都沒有空玩 我肯定要做人 我不肯定要做中國人 我又不肯定要移民 我在香港 我現在申請 不肯定要中國籍 你先給我什麼證明 以前有CII 現在你先給我什麼 這也是一個項目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 你不可能強迫我 要入中國籍 我不肯定要入 行不行 但你自己的網友自己想想 這也是個問題 我不是反對共產黨 我有權選站 我又未肯定要入民 我不肯定要做中國籍 我不肯定要做中國籍 我不肯定要受中國的法規 規範我 阿玉瑞又說犯國安法 什麼成什麼成糟 中國人要把握什麼 起碼我不肯定要勾結外國勢力 是吧 接著有一段新聞 而竟然這段新聞上 CNN的頭條 另一個CNN獨家 就是中國制的無人機 在烏克蘭東部 被烏克蘭軍擊落 是用AK-47擊落 待會我再說這件事 我們說說那件無人機的事 如果你沒有選擇多新聞 聽聽我簡單說說 你有看過 我講一些聽眾 就是它在烏克蘭東部 就是它在烏克蘭東部 在烏克蘭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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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之後 就回去可以是 reverse engineering 甚至是交給伊朗 叫它看看 美國有什麼技術 在這裏 阿博士 這件事你已經預告 都說過了 你是不是懷疑是一個局 因為在軍事行動上 每一個動作 派什麼出去做什麼 都一個動機 無端端派的 無人機具這樣搞什麼 是一個任務 任務當然有動機 你明明知道 那個黑海是俄羅斯的地盤 你飛進去當然有風險 對不對 正常有風險 但為什麼進去呢 之前有些進去的 它不跟你搞事 它是建了兩架蘇27 上去戰機的 蘇聯和俄羅斯方面 來撤它 兜頭兜尾爛它 困惹它 尾板跌下來 失控跌下來 如果說美國 派一隻無人機 去偵察機收集情報 但每一個動作 它都有一個政治的盆算在這裏 你不理我 就代表你的看法 為什麼我進來 你俄羅斯不理我呢 它有一個盆算 現在他們差不多 是對疫緊的足企 如果你理我 它又有一個盆算 現在你是派兩架蘇27上來 是干擾了我 跌了下去 那究竟你跌下去的範圍 是不是在 哈里米亞 十二海里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那個領海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不在領海的話 它美國的反應又不同 如果跌了進你領海 它反應又不同 那你又看你俄羅斯 是不是對這個 涉及俄烏戰爭的行動 這一次我入無人機下去 看你的後著 有什麼反應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用一隻無人機進去 我準備讓你射下來 我看你的動態 究竟硬正還是不硬正 看你怎樣處理 這個第一 表面的應該是這個居多 如果再講深層一點 我特意知道 在中國和俄羅斯 是很嚮往 他們無人機 不夠他們美國 這一邊精準的 他們一向都很嚮往 要拿到他們的資料 哦 我就給你一隻 因為我現在 我手上已經這批東西 要淘汰 我就特意給你一隻 執拾了你 照抄來評估 怎麼會輸死你 這個 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他用這隻機 來試他在未來的俄烏的態度 應該是很大可能 嗯 看看你的反應 嗯 好了 如果這次和俄羅斯 聰明的話 他一會把嘴巴幫人罵 他如果有可能 我幫你罵 你找人來監察我罵 拿回來 我沿風不動 給他回到美國 這個就是高手 即是我不忍重你招 嗯 你明白嗎 亦都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想和的 嗯 大家就繼續聊天 嗯 這個都很深厚的 或者俄羅斯 喂 我們給你美國 找一個小組進來 你自己罵吧 我們提供你幾次都可以 嗯 如果做到這兩下 這個和解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 他這幾天 究竟用什麼方法 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都很重要 嗯 就是我們看問題 在美國試探俄羅斯的後續反應 嗯 博士說這個 我再加多一個舊的例子 就是很多年前 在前蘇聯的時候 蘇聯因為電腦軟件不好 那麼石油在西伯利亞 它的油管控制 他們不想用人手 只想用電腦 在市場上面 他們就暗盤 搜購一些軟件 幫他們管理西伯利亞的油管 結果有人提供一個很便宜的軟件 給他們 蘇聯以為撿到寶 那麼馬上 初頭試 可以的 加了幾年 加了幾年之後 西伯利亞的油管爆炸 很多很多年之後 幾十年之後 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 有一個前特工 說出來 其實這套軟件是故意賣給他 是啊 真是有很多辦法 真是有很多辦法 他們的人 不明白 外國經驗的部署 當時爆炸了 蘇聯以為自己本身有問題 是啊 又不是 所以這次就這樣 不過這隻MQ-9很厲害 因為很多地獄之火的導彈 裝在身上 所以我很奇怪 為什麼它這麼容易給它 什麼呢 好了 現在這個局勢 因為美國宣佈了 所有它這些機密設備 已經自動毀滅了 自己毀滅了 自己毀滅了 現在這個局勢 如果中國國家主義習近平 去訪問莫斯科 你覺得這件事 對於中國的外交成就 是不是一個 又好像之前 它可以在伊朗和沙利阿拉伯之間滑船 這麼厲害呢 我們看習先生在電視機出來說話 這幾天 都希望扮演一個和平的角色 理由是為什麼呢 他們計算到自己的數目 不和不賤中國 因為在經濟上的問題 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沒有人清楚得過 他們執政黨的 盤數自己看完 對 自己看完 所以變成他們知道 你不去搞和平的局面 是不行的 這是他們單方情願的 但好了 你去到 你用什麼方法說服到普京呢 我相信是挺困難的 因為普京都要向自己 國家後面的人交代 死了那麼多人 死人就不值錢的 還有那些 屈差的東西的 古兵 你有沒有那些 硬碰投反 那些 車神那些 所以那些是不考慮的 但俄羅斯普京究竟 他想和 他怎樣交代一個問題 第二 歐洲又想和 美國未必想給你和 美國 他借這個機會 我每年花幾百億 扯去俄羅斯 來查探 我們也不玩 你看到美國其實不肯想和 是 是不是 他也很期望你 你中國 參與與俄羅斯結論 因為最近你說去和俄羅斯聊天 但你這裡搞了中醫俄演習 在這幾天 是不是 是啊 那和什麽 你成了一個俗心國 已經 軍事演習現在正在進行 是啊 在表面來說 你形成了俗心國 台長 你和什麽 你怎麽會說和 人家不相信你會去和談 有人會更加會有些偏見的人 我說你習先生去到 就和保卿見面 是怎麽再聊天 更加緊密的合作 有人會這樣說 所以美國這方面 立刻就要通過Arkursy 做前提 那個很高調的 可以再補充一下 早兩天而已 澳洲方面 是呼應你 是呼應你 習近平去俄羅斯訪問 立刻就立刻公佈 即是說必要時我先送兩隻給你 再和你再做 英國參與 對不對 所以大家現在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那隻機 如果它擴大 就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即是它借這隻機的藉口跌下來 是戰爭行為的 可以變成吹水吹在那 不是說笑的 我說你留這個機上來 不肯給我 是嗎 接著就發聲大大 它已經有藉口將烏克蘭升級 或者美國加入烏克蘭的藉口 對不對 不是說笑的 接著你做個中伊俄的演習 就說擺明你一個軸心角來對抗 在第一、二、四世的大戰 就說一形成的軸心角 就是打仗開始 第一次是軍事同盟 第二次的大戰就是 德國、意大利、日本 就是軸心角 成立軸心角就是打仗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是很危險的 特別在香港最危險 為什麼我們是很危險 大哥 你一打軸心角 南海、東海 香港的導彈是這麼射 你會對你客氣嗎 是嗎 所以現在我們不是害怕 現在我們支持中國共產黨成立 平穩角度政權 它也看到一些跡象 拉拎了李卓人的老婆女兒給你擔保 可以不讓你擔保 那條很重罪的 國安法來的 現在給你擔保 自動給你擔保 不用你提出 即是說你是有少許鬆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一個政府 你搞得這麼緊的 就要給你一個人不敢玩 每一個人躺平 你放射牙 他自己的知能度是撞板的 所以他們現在是鬆了的 因為真的正式搞事的人都少了 但好了 你鬆了而已 但香港的地緣環境 那個經濟 你說你現在在香港做什麼生意 就好 十失九空那一鋪位 你落黃國看就知道了 知道嗎 嘴重恐怖 你說現在你再吹水 搞創科技 什麼中心 什麼中心 又是夠討論而已 嘴重恐怖 你現在特首次說 難道香港搞晶片 我剛才說很久 我呼籲很久 香港搞晶片 應該 他現在不是說 跟中國科技 什麼中心 都想搞晶片 是啊 我覺得成數很高 這次搞晶片 搞晶紙片就可以了 不是那個晶紙 晶紙的晶紙 那些不家產 就是得罪 你不想怎麼搞習近平 我們是不想搞的 在目前環境 你只要跟美國合作 我們做兒子 我們玩二線的東西 你做一線 一定要做朋友 但整個問題就是 在解決台灣問題上 美國是難好苦 現在整個問題 現在台灣我不想解決 有什麼問題呢 中國 我不想解決字 不會死人的 現在我們國家的能力 各方面 既然政治經濟都未成熟 人的思想 大家都未找到正式的共識 是吧 保持現狀不變 簽張和約 他們未簽過和約的 台海那個 兩黨的對爭 簽張和約 保持不變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加上心水 你中國 共產黨 搞得好內政 搞得好民生 怎樣恢復元氣 怎樣做得好文明的建設 那些人做生意 要有商得 要守批舉 你共產黨要帶頭 你不是找一把口號 告訴你 遵守中華民共和國憲法 大哥 你要執行的 說你要接受人民監督 那你又沒有人說 你兩句是拘捕人 你有什麼所謂 是吧 這個真是不肯要得的 真的 我是不肯要你玩什麼遊戲 你講清楚 你要執行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搞搬六門 都搬不到 搬球場 你這些罪賤賤格的 是被人鄙視的 我們作為中國人 輸了就認輸 你簽了合同給人 或者一個國際的協議 你怎樣說 喂 中英會談過期作廢 你不肯說得的 所以現在我們批評他的這樣的幹部 你不要害羞老闆 你自己作為一個大的國家 就要人都不行 默默大眼毀弱 塞上衣人 剛剛說 是很下狗流 你怎樣威都無論容 看不起你 是看不起你 他們是不是在這個隔壁搬 現在整個中國 就是在文明建設的失敗 只是個個關要搶錢 搶了錢就叫做裸官 老婆子都走了 自己留下來當成本 這個觀念真是十先三 但這不只是觀念 這是對整個國家的錢 已經沒有信心 那你的觀念錯了 他不是沒有信心 他是走貞便 你的國家幫人懶惰 你明白嗎 直接是沒有信心 不是信心 他就是為自己全部個人利益 等於我們第二節說 錢為何要放在外國內 就是這個原因 你很想我們有錢 你沒有命花 現在就是 自私 你看到現在的人全部自私 對嗎 你現在為何回到人大政協 這麼多人歌功仲德 你這樣歌功仲德 你這樣歌功仲德 共產黨聽不到反面的聲音 你害人死過黨 嗯 他覺得自己適合了 那就糟糕了 抵崇禎皇帝 中國歷朝就這樣倒了 神都錯了 不要說你是人 你真的適合了 對嗎 嗯 所以你這班香港人 我就很想鄙視他們 不是開玩笑 簡直是在我們心目中 有什麼事 你去國家要有人領導 國家也需要有人支持 你埋堆無所謂 無論你的動機也好 賺錢也好 無所謂 你都一個很基本的良知 你過去讀書 知識分子 你十九局長過 你都要七五粒 特別是楊潤雄 這些傻的樣子 我懂得如何做官 他路寵茂這些也是 你說什麼傻的 是不是 你看見現在香港那群的官員 真是屬於賤人格的人物 一群斯文敗類 一為父不仁 嗯 差不多是歷史的重複 如果你看回民國的時候 那些什麼豬仔語言 我們剛才讀書的時候 覺得很好笑 但是 咦? 你真是看到這些事情 歷久不須 間中有外國人出來 是啊 你以前民國初年的時候 那些從政的人 自己個人的道德 都比現在還好 是啊 不是開玩笑 是落後了 仍然還有一個 顧著自己的風格 風骨 等於你第二節說 袁世凱那裡 你說袁世凱 你如果做袁世凱 你如果做袁世凱 你不要搞錯 真的不是這麼小事 他真是有才華 一句還敢打倒 阿宋教人 是啊 他是聰明人 組織生君 你記得嗎? 組織生君 袁世凱 對嗎? 即是跟日本人交手 那麼勇於做嗎? 你做到他嗎? 他是聰明人 要不是孫生先生 也不肯找他做 是啊 孫生先生求他做 對呀 求他做中華運國總統 是啊 他坐在北方那邊搞 是的 香港這個情況 我們以前也說過 阿博士 以現在來說 其實香港的經濟復甦 有沒有可能呢? 我看不到 香港可以利用到 中國什麼好處 既然中國不好 經濟是香港好的 現在反而沒有了 斷了攬 嗯 現在你更加在香港 站在中國的政治路線 去支持歐洲美國 將那個國歌抗大來說 將那些很 minor 的東西 大羅大谷 升級 是的 升級來說 說得好像會死人塌樓 既然你死人塌樓 那你不要參加那些體育比賽 即是有機會贏那些 就不要參加 是啊 那就沒事了 有人已經建議 取消香港隊 那你就一零八零 但是你最忍耐 你連最傳統方法 找個人 待定了這些工具 去到現場 我就認為自己 一打決賽 明天 我就預早 那麼多人 你就派個人 用最忍耐方法 去現場直播室 待定站在身邊 一贏了就馬上用 不用去搜尋 不用跟Coco 吵架 一定沒有脫底 你不肯做 讓你一班人吃塞米 你沒有民政局搞什麼 這些事情 要跟這個人管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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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家產 你沒有腦 我最用如此方法 你沒有靠那些人 跟你搜尋 搞 真是鬼佬搞不定 按下去 中文出來 怎麼會看 中文看不到 按右上角 按右上角 就弄了一個香港秘光 那一首叫出來 對不對 你不可以用香港兩個字 就沒事 對不對 所以 要是你中國政府給不錢 Google 我只肯定的 你不肯寫了花錢 我中國香港 你的Google系統 是特別處理的 一按 就給錢 可以的 是啊 Google那邊已經說了 不過你說 你覺得很老套 就是樣子 怎樣樣子 我這次 這一季有東西出去 我給好錢 是幾多個月 買過的時間 就走出來 你不走出來 你不需要常連累月買的 我這個月有比賽 我就給好錢 我這個月內 有一個 做到的 在科技上 一按下去 就走中國各國出來 整班官 是屎屎 全部是屎頭皮 不是 你這個做法 給外智 覺得 你 立領執 你自己私人 無法處理 你吵什麼 別人專門過 屎屎屎 你 我要復屎屎屎 你自己在搞什麼 哥哥 誰知道你什麼 哥哥 對嗎 你在浪費氣 是嗎 是 你看到現在的人的水平 很低 沒事就搞事 搞事就屎屎屎 小事就變大事 是嗎 是嗎 沒有事就嚴重 不肯學 是嗎 全部都是男人殺 不是開玩笑 你真正正說 譬如你香港的經濟 怎樣復蘇 怎樣復元 是嗎 就找一把口說 搞什麼中心 什麼創音 那些什麼 人才又沒有 醫生又不夠 護士又不夠 韓鴻百業 都不夠人才 你搞什麼 還想搞復蘇 嗯 復朝霧 嗯 中國自己在這裏吹了雞 在這裏吹了 在這裏吹了 香港的儲備 哈哈 你倆無理財政司 那樣白粉波 就叫你不要日日蝕錢 是因為日日蝕錢的 嗯 因為那個 港幣對美金的比對 隔幾天就要拖一拖 嗯 入市 入市光源 弄一兩弄就沒有賣了 那一筆外匯儲備 不是開玩笑的 嗯 你知道這些財政司 那些貿易 你屌你 你屌你 你堵死啊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香港人 他現在唯一有個機會 就是很奇怪的 中國共產黨 他也沒有賣了一輔 他一拍板 DMO平權 嗯 你隨時進來就得到英國 BC變了PRE CITIZEN 關閉事 啊 到頭赤 對嗎 很简单,他们这一招一拍板平权 博士,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有可能逐步升级 是联手几个国家一齐劇本的 他随少一拍板就平权 快、靓、正,都不用跟你说这么多话 如果中国政府一阻难,就打仗 我似乎,你似乎一阻,我就奋斥你 是这么简单的,差不多他们有一个合适 为什么呢?你美国、澳洲,这么急速 所以大家看后面的照片 拜登直接去了这个典礼里 就是那只核动力潜艇 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简单的,因为他补充了一句 他如果要弄到很远,2030才可以用的 但他补充一句,我任何时间 立刻给你两只,那里有两个 即是我明天就可以给你 其他慢慢做,先给两只,再升级也可以 好了,他们忘记了,澳洲 为什么他要做澳洲呢?很多人没有说 他为什么要跟澳洲搞这些谈事呢? 其实不用搞的 既然你美国佬已经说我可以给他两只 我给英国就搞定了 是的 为什么要用澳洲呢? 他拿了他的基地 要做一个联盟 要不然你的補给国方面 照应是不够用的 你不是说只是靠航空母艦 是不是? 因为如果他澳洲拍板 你一个战略上一看 他整个台湾东边这边 日本是可以很安乐的 因为他跟你包抄住 澳洲对不对? 而且他拍板的话 他做了联盟的话 你会看那个军事部署 你不跟部署发的 他无论后顾之忧 他如果正常来说 他不给澳洲 我给了两只英国吧 已经成功了 因为英国是长期 全天后 都有潜艇在四面八方 是隐蔽的 全天后 永远都有的 你不知在哪里 是随时向美国呼应 说打哪里打哪里 他给了两只英国就搞定了 对于要这样达罗大鼓 他就在战略上 告诉你 有震慑的作用 你共产党如果你再听那帮柴仔 哇我们二十四小时 数码崩了美国的军船 你怎么信了死 你怎么傻的 我们二十四小时 肃灭杀人来的第七艦队 你信不信 习近平你没人信 那些人不害你 那些张维伟 金燦铭 你害死你 不是说笑 或者胡锡进之流 他真是害死你 他们不说真话 我们就实事求是 中国现在唯一中国政府 既然你的政权交接稳定 那下面那帮港部 每个都可以做到事 那些外面的人 没有学历 没有学历 你多了愚的 中国何时做皇帝有学历 刘邦 朱元璋 朱元璋 你这么浪费气 所以这些是废话 你要讲学历做皇帝 就找大学校长做 你狼狼 读狼卖老 读书 你可不可以没狼狼的 我你也做了中国名校的教授 不过不肯中有人叫我教授 我常常说 我又不是李荣氏 又是大学毕业的 我认识的 你认识吗 你这些狼狼 连通证未识看 你跟我讲中国文化 多了愚的 中国最要紧要 有权力的人 有个公正诚信的心 其他什么都假的 要你做 有人跟你卖班做事的 我说得对不对 中国皇帝最要紧要是公正诚信 所以你说皇帝出金口 泽先生你记住 你想做皇帝一定要金口 别乱 别乱乱乱语 我觉得对不对 你会不会不能说 不能说 不然她会不会说 那你会说 又会变成感冒 搞什么 这些都不能说 以及政策 尽量少出来说话 做就行了 我不懂得被人笑 做不懂得到 什么洪安新区大计 什么大计 大计 大计 做不到就被人笑 说不懂得做什么 习先生 不懂得说 违政不在多言 学习你爸爸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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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年曾经主政广东省 他一拍板 究竟多人平反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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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了一本自作来二十年的沧桑 说习近平 一生人 我那时候在国内有千本送给人的 叫人要看的 因为这些正式是老的共产党员 有那个建地 有那个心在 最重要是他有个心 为社会好 等于政院说 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你 你有什么退休 搞几千万整个写字楼 我怎会相信你对香港人有心 是吧 那心在哪里 你告诉我 一样 不用看不到 看人真来的 等于我们有时在我的网台 在我自己的patchel 我等了一点 说我现在有些工作 用好少许解决了 人家那些整个区几千人的饮水困难 不用饮些毒水 我看你捐十元都有心 如果你想到毫无反应 你说有心就多了 是不是 我今天就在那些预告里贴了一些工作 因为我专业梁小平在家乡 做那些免费帮人做白内障 一个人一看不到东西 就是一个人的事 他帮人服侍他 你家庭的生产力就没了 你要照顾他 对不对 一个万人 那你政府就知道了 不要申请签号 难搞他这么多人有白内障 他说你哪里有那么多钱去搞 那我就带头搞 搞完就叫政府 你们开一个专项 就让你做生意的人赚到钱 就捐钱出来 响应我这个工作 就免费帮人做白内障 这些是功德来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世间最重要不是听人讲话 最重要是看到人家做什么东西 讲谁不知道 讲一套做一套 当时的心想又是一套 所以看人很难搞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教派 收徒弟要互相观察三年 不是说收你收你 要大家互相相处 看这个人品行为 你要看看你的师傅 值不值得你白做师傅 是啊 其实徒弟找师傅才是最难的 是啊最难的最难的 收了 好了这一节最后 我们要补充到澳洲 澳洲其实近期是换了新的 执政党就是工党 但是不要以为一个政党改变 整个国际的策略是改变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所谓五眼联名的问题 就跟澳洲本身 哪个党执政是没有关系的 而澳洲前工党的主席基庭 刚刚写了一篇文 就是骂现在的工党 澳洲工党 为什么你去参加这个联盟 这个证明一件事就是 其实这个 哪个政党 如果去到这些重要的问题 都没有其他的路线转达 尤其是现在工党的外交部长 Penny Wong 当年我在河辉拉的时候 是见过在国会上他出来辩论的 他当然还在做国务议员 他是华裔的 是吗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华裔 那你一上台的时候 一上台的时候 他是华裔的一定是好谈的 其实不是 你说到这些话没有 没有情谈的 都定了这个方向就照做的 他们在那些外国国籍的人 一定看大方向 每个人都看着大方向 这个是一个事实 他要做这些事 有得炒一百个理由 他不愿意做这些事 又有一百个理由 还有有时要小心那些 外国家 他们告诉你那一套不是真的 他假装强气 即是说我们也有人反对 不是倾斜杀一变 因为他还想博同中国有水抽 是吗 是机庭的 他们是很聪明的 所以什么都不用动震 但如果拍板联盟一做军典 卖潜艇 你不用想了 那些是落实了 其他就浪费了 还有同时的消息 就是日本在石环岛 是布转了导弹的 石环岛 这个又是这样的消息 博士有没有兴趣讲讲讲讲 奖务和关系佛学 可以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吧 哇 那我们下午的时间 我们下午的时间 来吧 多久